剛剛講的那個你可以配個chart 然後再配個column 這個column指的是第幾欄 那現在因為所在的位置是在第7欄 所以抓過來 column回來的不是g 不是英文字 它是第幾欄 它是一個數字 column回來是7 那7再加上59 剛好66 66呢 再跟後面這個small抓到的 它是哪一列 拼湊起來 那就是B的哪一列 然後抓到就會把那個資料 抓到你現在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這個有點像資料的轉移 當然未來你的資料 可能不會是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也許你可以試試看把它分開來 也許來源資料都是來源資料 另外你要顯示的又在另外一個地方 那我想在工作裡面好像蠻多類似像這樣的 這個是搬起來 也許你可以找找看 應該還有除了月份 還有什麼等等 蠻多的 也許你找一下 類似的這相關的資料 你都早起來練習幾次 我想你大概就滾瓜爛熟了 OK 好 那大家如果再忘記沒關係 雲端百版上面有啦 你就把雲端百版拿來參考 所以很多人其實學也不用學那麼痛苦 我忘記沒有關係拿來參考嘛 至少你複製貼蛋改一下嘛 你總該改得出來吧 如果改它改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可能還真的有一些地方還是忽略啦 不過這個當然就是多做幾次就熟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有關VBA的部分 那VBA呢其實它還 其實邏輯跟剛剛一模一樣 那只是說VBA的好處 其實呢它有點可以不需要把一個公式全部都擠在這裡 其實你會發現這一串裡面 總共用了幾個函數呢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然後最後再加一個陣列 等於是六個函數加一個陣列 哇天啊這個其實 不過一般人光看到這些就已經混了 OK 那不只六個還有個Row 七個 OK 所以如果沒有拆解 逐一來完成啦 這個怎麼做得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會把它步驟化 主要是說 很多東西其實沒有辦法一次 你要一次真的做還不太容易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那個VBA來完成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類似的邏輯 那只是說呢把它稍微改一下 那這裡我先demo一下 給各位看 如果用VBA來做的話 做完大概就這樣 你可以先選 哪一班 選完哪一班之後呢 你旁邊有個按鈕 這個按鈕其實就類似像我們之前做的嘛 按下它 它幫我怎麼樣 去把資料抓 一般的資料 抓到哪裡 抓到下面來 那如果我現在二班的話呢 一樣 就下拉清單 把它改二班 按個班級 它資料就過來了 一之類推 所以這個VBA 有時候反而 像這種比較複雜的應用 我還比較喜歡 用VBA來寫 主要原因是因為 真的 七個函數加一個陣列 要把它放在一個 公式裡面 真的還是太擁擠了 即便你做得出來了 可是下一次叫你要 從頭再做一次 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那 可是用VBA的好處就是 你要寫幾行就寫幾行 反正你慢慢寫也沒有關係 這裡的話有幾個概念 那這樣要怎樣把程式寫出來 我想 今天 結束到目前為止 我們今天第11週了 那第11週下一個禮拜 就最後一週了 也就是說你學到現在為止 基本的VBA能力 你應該要具備了 所以以後至少 可能你也許 沒辦法一下馬上寫出來 但是至少 你想到的 前面好像都有類似的 你可以拿一下 至少你還會 複製貼上來改啦 至少基本上要這個能力 因為之前大部分同學 我是知道 也不奢望說你學完這個課 每個人都很會寫VBA 那應該是不太 不太可能的 至少你要有那個 參考前面 把後面寫出來的能力 以這一題來看 大概 邏輯說明 一 我們要怎麼樣比對 所以呢 一定是把這個 這個H2裡面的資料 跟什麼呢 比如他現在下清單 一般好了 當他這個地方一般 那我要怎麼樣 去比對什麼 一樣是 For I等於第二列 到第十二列 這個範圍 幫我比對這個範圍裡面的一欄 如果當他的搬集是一樣的話 那你幫我怎麼樣 把他旁邊的B到一欄 放在這邊 OK 比對的就幫我把他搬過來 那搬的位置呢 基本上 你一定會先搬一個過來了 那第一個呢 這個地方我會多一個變數是K 這個K指的是 我要搬到 這邊的第幾列 比如說我搬過來 一定是K 一定是從5開始 然後呢 再把他加1變6 再把他加1變7 意思類對 大概概念 我想各位先 把剛剛Indurator的概念 然後呢 等一下也 複製工作表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BBA該怎麼完成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總共有 1 2 其實這應該變2了 1 2 3 3個步驟 第一個 因為 將來你要把 新的資料扣過來 所以舊的資料應該要先刪掉 那舊的資料的話 範圍是在G5到G12 所以你就是 用Range 範圍 哪個範圍呢 G5 這個範圍 到 J12 這個範圍 幫我把它清空 那資料清空的話呢 其實很簡單啊 用Range 哪個範圍告訴他 加一個點什麼 點Clear 記得啊 這個地方的話打一個CL 那他Clear有好多種啊 記得啊 不要用Clear Clear 就是 他會清除全部 也就是包含格式連框線都去掉了 所以記得 如果你只要刪除裡面的資料就Clear Contents 好 Contents 再來的話 輸出到哪一列 所以將來應該會先把裡面的資料 先幫你 delete 資料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將來會先輸出到第五列 所以呢 第五列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 我這裡的話呢 給他一個初始值 多一個變數名稱叫K K的初始值就是5啊 那這個5就是根據 我現在將來要輸出的列 這個列的話呢 那我預設值給他5 再來的話 我要做什麼 接下來就用回圈比對一下 比什麼呢 诶 這個 H2裡面呢 跟第2到12列裡面有沒有一樣的 一樣的話呢 就幫我把這幾個搬到這裡 那如果搬一個之後的話 就再把K加1 為什麼K要加1 因為 如果你不K不加1的話 他一直寫到第五列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剛剛的敘述呢 如果要把它寫成VBA的話 那前面其實都有寫過類似的 只是說你可能 要熟練啦 那當然沒有太複雜的東西 理論上 如果我寫完你 大概都看得懂 只是說這樣你要把它寫出來 可能你還是要花一點心思去瞭解啦 所以這個應該 For i 有沒有 等於什麼呢 2到12嘛 Enter兩下 Next 有沒有 然後再來做邏輯嘛 前面應該有if 什麼呢 如果 這邊的儲存格 就是Sales Sales的ID 的哪一欄呢 A欄 裡面呢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你用Sales 也可以用Range 我習慣用Range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H2 來指向呢 就是那個儲存格 如果兩個相等的話 這樣 做什麼呢 把資料搬過去 先ENDIF 把ENDIF先打上 那如何把資料從這邊搬到這邊來 記得 那個要 後面的是來源 前面的是寫過去的 所以我應該要寫在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基本上就是Sales 哪一列呢 基本上就K列 有沒有 其實就第五列 哪一欄呢 就G欄 對不對 OK 那來源從哪裡呢 從這裡 這裡是什麼呢 Sales 然後 哪一列 就I列 因為找到的那一列 就是 我們一直回圈往下 逗點 哪一欄呢 B欄 那一時類推 所以後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做好一個之後 那後面都一樣 所以貼上一下 總共有五個嘛 所以分別就是G 然後H I 然後就追嘛 OK 就是後面的就 B C D E 最後記得 摳過去之後 還要怎麼樣呢 把K 等於 K 加1 這樣就完成了 那K等於K加1 就是加完之後 它會寫到前面去啦 所以你慢慢要習慣 因為很多同學還不能 理解那個 為什麼把後 就是 因為以前數學都1加1等於2啊 加完之後放後面 可是程式剛好顛倒 它是後面 加完之後 丟到前面啦 所以很多同學那個邏輯 一直沒辦法通 所以很多會卡住喔 好 這樣就寫完了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程式O不OK啊 其實你會發現 應該沒有很特殊的 應該理論上前面應該 都有印象吧 沒有寫太多東西 反正就是搬來搬去 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試一下喔 這邊的話就是下拉清單 一搬 好 按搬集 資料搬過來了 二搬 二搬的搬過來了 三搬 三搬搬過來了 那它就是這樣 先清空 再 把初始值第五列 去比對一下 是不是上面這一個三搬的 如果是的話就搬過來 是的話就搬過來 不是就不搬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喔 程式寫完之後喔 你會發現我反而覺得好像 如果以這個地方喔 跟剛剛的那個 用公式來完成 似乎好像這個應該會簡單一些些啊 不過我是 因為有些同學好像看到程式就有恐慌症啦 好像 不過 看起來這個 也不算太難 但是都是用理解啦 所以我特別強調就是說 程式千萬不能用背的 而且沒有人叫你用背的 你用理解的 那另外你把VBA環境放在上面 你就慢慢看嘛 慢慢打 沒關係啊 你就自然程式就寫出來 這些沒有一行是用死背的 OK 不過這樣做完之後 結果馬上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為什麼還要下拉之後按個按鈕 那人家剛剛是 下拉之後資料就過來啦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當這個下拉的動作完成的時候 裡面呢也就不用再按按鈕的話 那你可能要再另外 再多寫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事件 也是事件驅動 就跟類似表單一樣 當哪個儲存格呢 當那個H2的這個儲存格 如果裡面有發生變化 有改變的話 他就會再去呼叫班級的這個程序 所以特別是喔 如果你要做到剛剛講的那個動作的話 第一個你必須要找到 你對應到的那個工作表 我們現在是在VBA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你要第一個 要先找到這一個工作表的物件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它點兩下 接下來的話就是 找到上面一個Worksheet 工作表 如果當工作表怎麼樣呢 它預設的事件是selection change 當選舉區域改變 不過我們不是要用這個事件 而是我們要是選舉 選舉有沒有 這個有個選舉嘛 本來是selection 請你把selection change刪掉 因為我們不是要selection change 當這個VBA的工作表裡面 有改變的話 它會通知你 但是問題喔 它是只要其中一個儲存格改變 它就會通知喔 那當然我們不是啊 我們是只有H2改變 才去呼叫 那個班旗的那個程序的話 那你必須要做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它會用什麼方式來通知你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by value target as range 就是這個target as range 就是哪一個範圍被改變 那哪一個範圍呢 其實也指的是哪一個儲存 所以你可以透過那個 這個target 一附 target 點什麼呢 後面有個address 這邊有個address target.address 哪一個儲存格改變 等於 如果它等於什麼呢 H2 那你就打一個H2 記得在H2前面 前後加上那個$符號 指的就是這個 絕對的位置 改變的話 then 這邊ending 然後 如果有改變的話 才去呼叫 call什麼呢 班級 好這樣的話 程式寫完了 基本上如果說你要做到那個 當下拉清單 當下拉清單裡面的資料改變的話 你可以 多做一個 叫做 worksheet 哪一個worksheet 這個的worksheet 裡面喔 change 用target去判斷 它是不是H2 如果是的話呢 才去呼叫班級 如果不是 那就不要呼叫 就是什麼事都不管了 就跳過了 OK 那這個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像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如果我今天我要那個 哪一欄喔 裡面如果說下拉清單改變 然後我自動帶出其他的資料 到後面的幾個儲存格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其實答案就在這裡啦 就類似這樣的寫法 OK 那我們試一下給各位看 剛剛是需要按按鈕才可以啦 那我們現在 先不要按按鈕看看 一班看看 有沒有 它就work了 二班有沒有 change 它會有個workchange 然後是H2change OK 然後它就會跑到那個程式裡面 這個時候就call班級了 所以基本上這時候呢 這個按鈕就可以不需要了 有沒有 就下拉 OK 那這個是用VBA的方法寫的 其實各位可以比對一下啦 那剛剛的程式的部分 我也有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雲端上 其實就是這一 這個sub 然後我們的那個 walkshoot chain 記得一定要點這個啦 然後再把程式打上 後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那個 像這種下拉清單 你要把它變VBA來寫的話 那我覺得喔 反而會更簡單一些啦 而且 很多工作裡面喔 好像都蠻需要類似 下拉清單自動帶出 你要的資料的話 那你一樣啦 target 如果你是單一個儲存格 可以用address 如果你是哪一欄 比如說你可能B欄 那你就target.column 好 點column的時候呢 你可以等於2就可以了 第二欄 如果第二欄裡面改變的話 那你就自動去把 需要的資料給帶過來 OK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可以試試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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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